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集中成为爱的 吃了都要爱 不痛吃别度不痛快 你说 啥呀 你干啥呢 练歌的嘛 准备代表我们公司去参加铁线好赏着嘛 什么意思 啥事 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咋解 谁呀 哎呀你先别问了个书啊 那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 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他跟这个女人不是一把你接触呗 那你这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 就说明他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 啥呀 我让火花蹦着了 哎呀 哎呀 大姐 你哥哪整正大大火花呢 大姐夫的衣服口袋里找着呢 我大姐 哎呀 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 那他顶多装个小痴花 那痴花也是一然一爆啊 哎大姐你该这么想 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 长得还帅 这玩意儿兴许就是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 大姐要不你这么想 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国财 她不都得把自己搭理 这很痛吗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 哎大姐你这么想 就在我大姐夫心里 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 为啥 你这大体格这么跟这摆着呢 哎呀我的心啊 大姐 要不你这么想 哎呀我跟你说 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 那你看 二明 在没弄清楚之前 哪里不许说 不许说啊 大姐 从你说说这叫傻话呀 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呀 家丑不可外扬 嗯 你让那小鸡打进来 就我这嘴醉那啥了 嗯 陈志芳出事了 陈志芳看你那 你说这小鸡最醉的嘴你 怎么进来 你和个小鸡收拾啊 来 怎么进来 陈志芳 哎 过来 怎么进来 找 我问你 怎么进来 如果在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 你怎么解释 从男人身上 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那这东西 可能是他媳妇的呗 那要是一双丝腕呢 丝腕 那可能是他 给他媳妇买的呗 那要是一双 穿过的丝腕呢 还是穿过的丝腕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了丝腕以后 怕不合适 自己先试了是吧 钱顺范 说得好 大姐 你就应该按我一道去想一想你知道吗 这丝腕呢 它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 对吧 你干 等会儿 我大姐夫因为啥要穿丝腕啊 什么大姐夫穿丝腕啊 是大姐 在大姐夫的衣服兜里 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 揍揍巴巴的丝腕 从大姐夫的衣服里 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丝腕啊 对啊 妈呀 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 哎呀 哎呀 这可吓死我了 行了 大姐 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 哎呀 大姐 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 从男人衣服里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她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 哎呀 我的心呢 发现的是丝腕啊 而且发现的是丝腕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熊熊燃烧了 哎呀 我的心呢 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腕 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火山爆发了 哎呀 我的心呢 哎呀 中上所述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山崩地裂了 前生他怎么不想说呀 前生吧 怎么着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 这要是你 我真信 去你的吧 大家伙 在我们家啊 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 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 哎呀 我告诉你 我跟你分析分析 你都不得不信 一般这个男人外边要是有了女人 啊 情况是这样的 哎 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 为什么 他怕说多了露馅 第二 回到家垂头丧气 因为什么 在外边他已经身心俱疲了 第三 回到家里啊 往沙发上一摊 什么话都没有 就一个字 累啊 你不管为什么 你渴不 不喝 你饿不 不吃 我给你按一按啊 可以 来吧 你不信 准大 哎 陈世凡 你挺有经验呢 啊 我有什么经验啊 我这个人很正啊 我 你告诉我电视剧里我看多了 全是这么演的 你上来吧 你 还给我聊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公啊 大姐夫 你是不是带那什么 大才回来呢 哎呀 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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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公 哎 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饿 我给你按按呢 来吧 老公啊 你这一点事啊 如果 别放联络们你们看见呗 这电视剧里演的还过呢 赵钢子 去哪儿着火了 找什么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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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啊 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你咋解释 哎呀 那俩人肯定有事了呗 哎 让我再问你 如果要是一双女人的死腕 你怎么解释 死腕 那就是两当着说了 是吧 而且是双突然过这死腕啊 哎 哎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 那你啊 你这样啊 有可能啊 他那个买丝袜的时候 他怕不合适 还自己先套上试试 是 是是是 来来来来来来 你给我套上试试来 不是 你这 这我都解释过了 财神分 干什么 你说你干什么呢你 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老出事呢你啊 啊 哎 哎 你说你每次出了事 我就得给你担着 我要不担着你能活吗 哎 哎 不是我跟你说 但是这几次这事吧 这玩意难度太大 我尽量给你合理吧 哎 哎 哎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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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东西 你这 那个是这样啊 这个丝袜吧 这个丝袜是我的 打着你 哎 哎 哎 看我 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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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我跟上 没事啊 没事啊 哎哎哎哎 你别哭 你哭啥呀 跟你有啥关系 人家还没事 跟二迷挺干净的 二迷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不就是个丝袜的事吗 这不很简单吗 对吧 我的 不是 哎 穿过的 穿过的咋的 不是穿过的丝袜 你大姐夫还不往东里揣呢 哎呀 那咋回事啊 咋回事 咋回事呢 咋回事呢 咋回事啊 这是 哎呀小姨就咋回事 我问一下咋回事 咋回事吧 那天 小区来了个贼 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 哈哈哈哈 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 完了我上去 我一把抓住你 你戴丝袜 我就不知道你这个贼 丝袜一下 摔下来 丝袜 我就穿兜里 这丝袜是你大姐夫的战利品 大姐呀 就这种事儿 他都能给编的这么合理 你说了吧 大姐夫 瞬间我就跟你合理 为什么 大姐夫你当物业都可惜了 你应该当编剧去 你编的这个事儿都不得不信呐 哎呦我的 你太厉害了去 哎大姐 给他摊牌 我建议把他轰出去 不 让他净身出祸 哎呦我真的不认不清 你这做人可太不气道了 我怎么地了 你出了事儿了我替你担着 你怎么还这么说我呢 我出什么事儿了我 哎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你这事儿我不给你担着 来来来来 丝袜你自己穿上吧 我才不穿呢 丝袜我没这个毛病 没这毛病 我没这毛病 你别跟着我 我跟你说你快点我干嘛呀 站住 快站住 怎么的 这披着 啊 这丝袜 就是在你这衣服兜里发现的 你的衣服 那衣服吗 我还以个人 这衣服这么大这么长 他穿上当被盖啊 啊 那能是他的吗 这 哎呀 老公啊 啊 我求你个事儿呗 哎呀 你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信的故事 给我听啊 哎呀我弟妈呀 大姐呀 啥时候呢 还挺故事儿 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 我告诉你大姐 对待这种人啊 善良那就是纵容 没错 看见了吗 啊 这个就是一只披着羊皮 不对 披着风衣的狼啊 来 你看这身迷点 哎呀 啊 你是在哪个雨夜 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去了 啊 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 哎呦 你给我演不记得是不是 啊 我给你出个题 雨夜 风衣 丝袜 狂奔 练起来 做个小品 来 雨夜 丝袜 风衣 狂奔 这小品也太难演了这个 哎 哎 哎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钱师傅 上个礼拜 你是不是借我这件衣服穿来的 哎呦 你可胡说吧你就 我胡说 上个周一 晚上你要出去 你穿了一身好西服 正好下雨 你找不着雨衣 我回来了 你说你把她脱了 把她当雨衣穿 你给穿走了 对不对 你想想 是不是这样的 你想想 来 是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 哎 我的心哪 哎 全身份 原来你是这个 披着羊皮 不对 披着这雨衣的 短腿狼 你看看你这身 你点子啊 说 在哪个雨衣 你跟哪个女的 狂奔去了 哎呀 哎 干什么玩啊 跟你大姐夫这也不记得 是不是啊 啊 怎么的 来给我编啊 哎 风衣 丝袜狂奔 来给我编个话剧 这编个话剧也太难了 哎呀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说 哎呀你在这抄抄啥呀 我想起来了 的确是一个雨衣 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 那天我是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去了 我带着你去的 去 哇 我也想起来了 带着我去的 没事了 你还有工勾搭别人啊 我勾搭谁去了我呀 我那天跟同学喝酒喝着都断片了 你还替我挡酒来着 不可能 那我怎么不记得呢 哎呀你俩都不记得 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 好像那天晚上 是二驴子把你给背回来的 行啊 你可别替他这个了 我都喝断片了 我还能背着他回来 那我能记住咱家那哪是门吗 这有可能老驴识途嘛 行 那我再给你啊 这个 这个丝袜怎么解释 来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不是不是不是 你让我再看看 你让我再看看 好好看看这双丝袜 哎呦这是怎么会 怎么会有双丝袜呢 你是 啊 我知道了 来来来来 几倍 干啥 你能不能把鞋脱了 这哥俩整个用不着的 穿着都说明白 脱着都说明白 来来来来 你脱了 干啥呀 不是你干啥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黄金左脚啊 我媳妇的左脚大不直透 比右脚大不直透 长那么一块啊 哎呀 她的袜子永远都是露个头啊 哎呀 这双袜子是谁的 那我为什么要脱了它 你 你那天下雨 你背着我 鞋你都脱了 你还 你还差一双袜子呀你啊 哎 钱师傅 怎么的 你解释得很合理 但是家丑不可外扬 你要干啊 你这张碎嘴吗 哎哎哎 你干什么啊 喝点水不啊 不喝啊 吃点饭不啊 不饿啊 我给你按摩按摩啊 进屋 我跟你们说 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记住了 在外边再累 回家也不能垂头丧气 一定要精神抖擞 否则容易摊上身 咱们 zou着想看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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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人都能捏 我们评似太人 李宗盛